Hello 大家好 我是凯君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正确挑选适合自己的精华液 老师老师 精华液是什么东西啊 精华液呢 顾名思义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精华 那怎么说呢 它就是把很多高薄性 有效性的这些护肤的成分 浓缩在小小的瓶子当中 它可以为肌肤发挥很好的修复的效果 那通常精华液它的这个保养的分子比较小 渗透性 作用性 功效性都会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在说保养品的品项当中呢 精华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哦 哦 原来如此 对的 那桌上这么多 只要有什么不同的差别吗 好 那其实啊 精华液它很单纯 怎么单纯呢 就是说成分不单纯 但是它的这个功效很单纯 也就是说它会针对不同肌肤的状况来设计 好 比如说 呃 我有这个暗沉 肤色不均的状况 那我就推荐你可以使用这个 美白型的精华液啊 好 那如果我是一个混合性油性的肌肤 容易长痘痘 油水失衡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种 呃 能够调理肌肤油脂 还有调理毛孔的这种 抗油控痘的精华液 好 那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我的肌肤非常干燥缺水 常常会有紧绷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 呃 高效保湿型的精华液 好 所以其实会不会很难 不会啊 你就只要找到每一个产品它的诉求 对应一下自己是不是需要 你就可以正确找到适合自己肌肤的精华液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同时也有这么好多罐好多罐 那我那个顺序啊 还有使用的排序上面有该怎么办啊 哦 这个Coco醬长得非常的好 怎么说呢 因为很多的朋友都会告诉我们说 老师我有这个暗沉的问题 所以我买了美白型缺水 我又买了这个保湿精华液 然后我又出油 所以再来一个这个控油型精华液 最后呢 我还会开始出现我有这个初老症 我老化了 所以我又用这个抗老精华液 请问老师 我一天一次 我应该要怎么排顺序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 欲速则不达 还有就是 假金都破瓦 好 所以呢 如果你一直纠结的是要怎么排顺序 我告诉你放轻松一点 因为不需要这样擦的 好 那我的建议是呢 你应该先照镜子 哦 我先看一下我的皮肤 现在真正最严重的问题有什么 比如说 我现在真的暗沉斑点 因为经过一个夏天晒太阳 真的跑出来了 那我就建议你开始先用这个 乖乖的先专心用美白型精华液 再早晚 使用一段时间 你开始帮助这个黑色素代谢啦 让肌肤变得明亮啦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着呢 我可能发现到 我有一些纹路的状况 还是说我的油脂分泌还是没解决 那我们再去找其他下一个方案 好 这是比较好的方式 那另外呢 有的人会觉得 哦 可是我想要再让它更有效率一点 那我的推荐是你可以分成日夜不同的保养系列 比如说白天我可以先用这个高效保湿的产品 夜间的时候呢 我来调理油脂 或者是来搭配一些抗老的成分 你就可以把它分成日夜不同系列来使用 这个效果也很棒的 那有一定说是什么功能的 所以要在白天什么功能一定要在晚上吗 哦 是这样子 早期有一些人会担心用一些那种高活性的产品 像是维他命C 维他命A 可能白天用晒到太阳就会有反黑的现象 但是其实哦 尤其像这个维他命C 近年来很多人都有白天使用的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显示呢 哦 维他命C擦完之后 我后续再擦这个防晒 效果会更好哦 而且这个可以帮助防晒的时间延长 防晒的效能够扩大 所以其实有个关键就是 你一定要养成日间防晒的习惯 其实就能够避免掉这种什么 会有反黑啊 或者是光明感的问题了 了解 那今天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拜拜